都说老婆偷人,老公一定是最后知道的一个,30岁生日那天,我知道妻子美英出轨,当时小区里已经人尽皆知,我没有冲动,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调查她的活动规律,在家里装上监视器,向单位请了假,又告诉美英我要出差,她不会放过这个偷情的好机会,第二天中午,肩夫就出现了。 竟然是个二十多岁的非洲黑人,身材高大,呵呵,难道结了婚的女人,就会喜欢这样的强壮男人了吗?还找了个黑人,她怎么不怕被玩死,他们脱衣服可真快,我打开画面看时他们就已经脱光了。 美英是江南人,身材娇小,长了一身的好皮肉,漂亮的脸蛋,在黑人的身下显得有些扭曲。 我一直认为美英是个好妻子,尤其是每天早晨都坚持为我做早餐,我相信她是能好好过日子的那种女人。 但现在,她正和一个黑人偷情,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勾搭上的,但我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,浑身的血一下子全涌上了头,想拿把刀冲进去,把他们砍了。 但我得忍住,我不能因为冲动坏事,两个人很默契,始终没说话,屋里只有美英纳斯尔的叫声和黑人丑陋的背影。 我就那么看着,那个女人仿佛不是自己的妻子,那么熟悉,又那么陌生,妻子的表情堕落,而又不堪入目。 她的背叛是彻底的,从肉体到心灵,我掏出钥匙走到家门口,打开房门的瞬间犹豫了一下,我知道这一位我的家庭结束,我觉得自己即将崩溃,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,心隐隐作痛。 但我还是打开了,轻轻地走进去,他们很投入,没有发现推开卧室门走进来的我,老婆背向我,也正好挡住了身下黑人的视线,她的皮肤很黑,越发显得美英皮肤白的刺眼。 我清楚地看到那最难看的画面,一时间竟有些眩晕,我靠在门框上,深吸了口气,然后笑起来,我看到美英回过头来时的惊恐表情,她惊叫着从黑人身上滚下来,蜷缩在床边。 她赤裸的身体,原本只属于我的身体,就像把刀刺着我的心,在过去,是那个黑人慌乱的眼神,她飞快地扯过被子,遮住自己。 她看着我手里的刀子,吓得跪在地上,出乎意料,这个黑人的汉语竟然说得很流利,哥,对不起,哥,你别冲动。 我还在笑着,我笑是因为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这一切。 但我笑着笑着就想哭,我不能让他们看出我的脆弱,我强撑着笑对她说,不用紧张,没关系,这个女人现在归你了。 美英的表情由惊恐变成惊讶,又由惊讶变成绝望,她疯了一样扑过来,一下抱住我的腿,哭着叫,对不起,对不起,老公是我不好,你打我吧。 我爱你,你原谅我这次,我想她应该不是在演戏,因为她已经泪流满面,我有些厌恶地想抬腿踹开她,但腿背抱得紧紧地抬不动,我轻轻地对她说,别这样,先穿好衣服。 那个黑人跑了,跑的时候甚至没有回头看美英一眼,我对印美英仰起了巴掌,看着她泪流满面的样子,但我又放下了,我觉得这样很没意思,整晚美英都跪在我面前哭,那个黑人以前是她闺蜜的情人,后来转赠给她,半年前我不在家,她闺蜜送美英回到家,把那个黑人留下了,两人上床了。 在我和美英的床上,从那次起,美英沉迷于偷情的快感,后来我每次出差,他们都会游会,现在想想,女人真是天生的演员,尤其是偷情的女人,这几年,我为了多赚钱。 经常出差,也许是我忽略了。 美英是个漂亮的女人,而且看起来很娇弱,很容易让男人惦记,美英坚决不肯离婚,我说我不想起诉离婚,不想让她身败名裂。 最后她流泪在协议上签了字,离婚后,我坐在空荡荡的客厅,这里曾经是我幸福的家,现在房子还在,但家却没了,我的婚姻完了。 最回祸首除了那个黑人,还有一个女人,她叫崔莹,是个刚结婚不久的少妇,就是她把自己的黑人床扮,转赠给了美英,想要报复这个女人很简单,我花了五万块,找了个健身教练。 让她在网上勾搭崔莹,不费吹灰之力,就把她约到了酒店偷情,三天后的晚上,我来到谢尔顿酒店,推开虚掩着门的1807房间,把装着现金的皮包给了门后的健身教练。 她打开包看了一眼,数都没数,就直接离开了,我走进套房,看着床上的那个女人,翠莹双手双脚,都被绳子捆在床腿上,戴着眼罩,身材修长,裹着一双黑色丝袜,裙子不长,裙摆已经掀到腰部了,性感。 但我却觉得恶心,这个女人极尽风骚地媚笑道,亲爱的,快点嘛,人家等不及了。 我坐在床边,用手指在她身上滑着,使劲地拍了拍她的脸,翠莹似乎狠吃这一套,身体不由自主地扭动,伸着舌头,想要含住我的手,却被我捏着她的脸不能动弹, 我扇了她两个巴掌,扒下她的丝袜塞进她的嘴里,我的声音有些沙哑,不要着急,时间还很早,我们慢慢玩。 她似乎觉察到了不对,想要挣脱我,但四肢都被捆得死死的,只能发出无力的呜呜声, 我把手机调成录像状态,放在桌上的最佳位置,对准了床上,然后转身出门,来到隔壁1809房间敲了敲门。 一个棚头垢面的人,给我开了门,他的手上还抓着一只鸡腿,嘴上都油腻腻的,这人是我从大街上拉来的乞丐,我知道,要羞辱崔盈,找个健身教练和他上床,是绝对伤害不了他的,想要让他陷入痛苦,没有比乞丐更合适的人选了。 而对乞丐来说,他没有拒绝的理由,我只叮嘱这个乞丐一件事,什么话都不要说,只管干就行。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,跟着我,来到1807房间,崔盈毁了我的婚姻,我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,给他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。 而乞丐看到床上诱人的崔盈,简直快要流出了口水,崔盈早已发现不对了,但他的嘴被塞住,叫不出声,手脚被绑着,像一个大字,只能在床上拼命地挣扎。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,我没有耽搁,来到桌子边,举着正在录像的手机,示意一下乞丐,可以开始了,乞丐像疯了一样,扑到崔盈的身上乱啃。 崔盈在死命地挣扎,不停地甩着头,嗡嗡直叫,然而她越挣扎,乞丐就越发地兴奋,崔盈的嘴被塞住了。 只能从喉间憋出万分难受的声音,听得出来,她很不情愿。 我录了一回,拿着崔盈的手机连接准备好的电脑,把她手机里的资料全部拷贝,原本我只想报复她这一次, 但是,当我看到她手机里的照片视频和聊天记录后,我改变了注意,乞丐爽完走后, 我关上门,给崔盈解开了手脚上的绳子,顿时,崔盈就疯了似的,摘掉了眼罩,拿下了嘴里的丝袜。 此刻的崔盈,妆都给枯花了,原本漂亮的容颜,现在变得要多凄惨,有多凄惨。 她用她充满怨恨的眼神看了我一眼,显然,她已经明白了一切,崔盈她不顾一切,跟疯子一样。 从床上冲了下来,杨起手就朝我扇了过来。 赵浪,你个畜生,你就是个变态,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。 我随意地一抬手,抓住了她扇过来的那只手,然后,我淡默地盯着她,不客气地说道, 崔盈,你毁了我的婚姻,我告诉你,这事还没完。 说完,我捏着她的手,用力一甩,一下就把她给甩开了,我对她,并没有任何的愧疚, 崔盈狠毒地盯着我问道,刚才的是谁,你告诉我,刚才是谁趴在我身上? 我也没隐瞒,直接轻飘飘地回道,我也不认识随便在街上找的乞丐。 听到这,崔盈瞬间爆炸了,她都要彻底疯狂了,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了,她的手指甲都快掐进了自己的肉里,她不停地大叫。 大吼,吼得太用力,太凄惨,都快让她自己昏厥过去了。 崔盈怨毒的眼睛看着我,她恶狠狠地看着我说道, 赵浪,我告诉你,你死定了,你竟然敢这样对我,我绝对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。 我拿出我的手机,刚才的事情我已经全部录下来了,而且你手机里那么多和男人乱搞的照片和视频,你觉得如果放到网上,会不会让你成网红? 崔盈听到了声音,立刻转过头看了过来,如果你那个土豪老公知道自己的妻子被无数男人玩烂了,还组织了个所谓的偷情俱乐部,会是什么表情呢? 我看着崔盈淡淡地说着,听到了我的这些话,崔盈的瞳孔猛然一缩,毕竟如果仅仅是被乞丐强奸,她并没有什么错,但如果是手机里的消息被发到网上, 被大家知道,她被上百个男人玩过,还组织了个偷情俱乐部,拉良家妇女下水,甚至创造各种机会,让那些男人和人妻上床,那她一定会烂打街。 那么一切,就真的全都翻转过来了,崔盈瞬间就会失去她全部的东西,她的富豪老公,会立刻赶这个女人净身出户,崔盈当然也是明白这些事情的。 她这个时候,终于软了下来,手上拿着的衣服一下子掉在了地上,光着身子的她,直接双腿一软跪倒在了地上,一双大眼睛泪眼朦胧地看着我,哽咽地说道,你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? 我看着崔盈说道,不可能,你必须要付出代价。 我直接就甩开了崔盈,转身离开了房间,初秋的天气还有几分凉意。 天也黑得早了,十点左右,街上就没几辆车了,抱了心头之恨,我一点都不冷,反倒是涌上一股暖流,让她崔盈惹我,我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看她的真面目。 发动车子 行驶在回家的那条道上,感觉路况都比以往的要好得多,正在等红灯的间隙。 余光无意间瞥了一眼后视镜,一辆面包车紧跟在车后,空隙比以往的都要小,不禁引起了我的注意,侧头向后多看了一眼。 起初我还没把这当一回事,可当这辆车跟在屁股后面直追了两条街的时候,我才发觉了事情的严重性。 这辆车好像是在明目张胆地跟踪我,本来要回家的我顿时在脑海里勾画出另一条路线。 一打方向盘,扭头变上了略显拥挤的四环,那辆面包车一见我掉头。 也急得不行,压着线就奋起直追,我瞅着哪里车多就往哪里钻,穿梭在零零散散的车流之中,试图将那辆车甩掉。 可他就像张狗皮膏药一样,一直保持着一百米的距离,穷追不舍,渐渐地,越来越多的车封拥而至,恰巧前面遇到一个一分多钟的红灯。 从左右两条干道上涌入的车闸间,便把这条主路堵成了一条长笼。 我紧张地盯着后视镜,因为车流的拥堵,那辆面包车已经被堵在了几百米开外,黄灯已经开始闪烁了,我冒着风险跟在了最后一辆车后面,飞速窜了出去。 在红灯亮起的前一秒,抵达了另一条岛,再回头望了一眼后视镜,那辆面包车果然被挡在了红灯处,只得乖乖等着,我长叙了一口气,缓缓驶上回家的路。 等眼前的出现熟悉的小区大门后,高悬着的心才闲闲放下,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,路上耽搁了不少时间,最后是在十二点才回到了家。 我最近惹过的人除了崔莹,也别无他人,那些人是有八九,是他找来报复我的,真是一刻都等不及啊,这次没得手,下一次也不会过得太久,看来这几天得谨慎行事了。 正在这么想着的时候,我从兜里掏出钥匙,刚刚把钥匙钻进孔里的刹那,一阵剧痛从墨地从脖子传来,我的脑袋空白了一瞬,随后正愣地回头一望,就看见一张凶神恶煞的脸,接着身体便脱了力地向下坠去,脑袋磕在了冰冷的地面上,鸣枪一朵暗箭难防啊,这群小人竟然还埋伏在我家吗? 翠莹真是下了死守,今天非要把我制服不可,恨恨地想着,我的意识渐渐消失在一片虚影之中,我是被铺天盖地的良意突然惊醒地,疲惫地掀开眼皮,在一条缝隙中打亮着四周。 周身全是一片摸不到实处的黑,只有顶下坠着一颗白赤灯,微弱地照亮了一方空间。 像是在地窖一类潮湿阴暗的地方,而最直接的触感就是横在手脚上的麻绳,我试着挣脱,却耐不住绳子实在是记得太紧了,终于醒了。 一个嘲讽机翘的声音,有远极尽地传来,这声音,我不要太熟悉,就见从黑暗之中,缓缓走来一个女人,她身上还穿着那件黑色丝袜,蹬着一双恨天高,我抬眼瞇斜了她一眼,了然道,这仇你是非得抱啊。 尽管现在落在她手上,心里很慌,面子上还要硬撑着应有的体面,毕竟在这个时候,谁先怂,谁就输了。 翠英抬脚就踩在我的腿上,咬牙切齿道,你拍了我那么多照片和视频,你以为再能放你潇洒多久。 接着,她向前挥一挥手,身后顿时冲出两个大汗,给我打。 话音一落下,雨点般的拳脚就落在了我的身上,其中还时不时混杂着高跟鞋的碰撞,一切言语都被从四面八方袭来的疼痛堵住了。 我只感觉疼痛麻痹了我的无感,整个身体都不是自己一样了,眼前的场景不断旋转着,连睁眼都是一件费力的事。 随后,一个冰凉的手机就朝着我的面门砸了过来。 幸好我眼疾手快地拼过头躲过去了,要不然现在开瓢的就是我的脑袋了。 我的手机砰的一声,被她甩在了一旁的水泥地面上,把手机里的备份删掉。 我扯出一个讽刺的笑,却牵得唇角一痛,不给我解开,怎么删? 一边不动声色地打亮着周身的环境,一边试着挣脱绳子的束缚,摧影好像发觉了我的不老实,轻斥一声,使了个眼色,两个壮汉灯是一左一右地按住我的肩膀,还想耍花招。 我告诉你,进了我这里的人,就没有一个能活着出去的。 听她这番话,我心下已经迎头对上她凶狠的目光,难道她还杀过人,以前只听说她乱搞男女关系,还开过一个什么偷情俱乐部,对于杀人这个敏感的字眼倒是没怎么听说过,你敢杀人? 就不怕警察找上门,杀人越货这种事情,你老公可没这个实力替你摆平。 我一连串的逼问道,尽量拖延着时间,崔莹也被我这番话击到了,挑着眉不屑的扬声反驳道,区区杀一个人而已,尸体未给狗,连个证据都找不到,我看她警察怎么查。 盯着她那张妖眼美艳的脸,我却感觉到一阵遍体声寒,只得扯着嘴唇皮笑肉不笑道,好一个法外狂徒。 崔莹得意地笑了,抬抬手道,把手机拿给她,谅她也不敢报警。 闻言,其中一个保镖,捡起扔在地上脏兮兮的手机,周身染上了一圈黑乎乎的油状液体,顺势放开了禁锢着我的手,在一旁覆手而立,看起来威严十足。 我没心思理会她们,一把抓过手机就开了机,崔莹不耐地扔下一句话,催促道,看着她把照片删掉,小心有辈分。 还没等我哗啦两下屏幕,两张严肃的脸就对了过来,仔仔细细地监督着我的动作,在四只眼睛的注视下。 我也不能干什么别的事,拖了一阵子后,崔莹开始不耐烦了,怒吼道,你善事不善。 见她耐心有限,我跟她迂回道,忘记存在哪个软件里了。 崔莹一皱眉,发觉了我的异常,你是不是拖延时间,等着谁来救你啊? 我的神经顿时紧绷起来,打着哈哈道,你在说什么啊,谁能来冒,这个险就我。 她立刻警惕起来,是一个字都不想听我继续讲下去了,再拖一分钟,砍一根手指。 她的话音一落,两个壮汉一下从腰间抽出来两柄长刀。 锋利的刀刃在光线下还隐隐泛着白光,针刀十枪都用上了。 我盯着那柄砍刀,不由自主地吞了吞口水,扇呗,动什么刀啊。 在几双灼灼目光的注视下,我硬着头皮点进了相册,把面上的一堆视频删了个干净,随后又点进网盘里,把自动备份的那些视频和图片删掉。 这时候,崔莹突然想到了什么,一拍脑门,目自欲裂地说道,你是不是还拿电脑备份了我手机的记录来着? 对了,还有这茶,可现在电脑不在身边,要想让我不散播出去,就只能试。 一个后果在脑海里浮现出来,我不禁打了个寒颤,就见崔莹的眼神一下子冰冷起来,看着我好像在看一具尸体,谁让你手剑把东西传到电脑里了呢? 她的声音飘渺地像是从天际传来,那就灭口吧。 我的心脏末地坠入谷底,一阵凉意从心底生腾起来,眼看着崔莹就要转身离开,我刚要开口,就看见她突然转过头,补充了一句,杀之前,把她的手指一根根剁掉。 我要让她下辈子也不敢守剑。 这声音透着刺骨的冰冷,钻入耳膜中,显得格外无情。 两个壮汉明显是有经验的,一个磨了磨刀,另一个压住我的一只手放在地上,强制我张开手掌。 我死死地盯着那个离去的身影,一句话就要脱口而出,鹅间都因为紧张而沁出了几滴冷汗,硕大的汗珠顺着鹅脚流下,滴在手指尖上,从手指传来的冰凉触感。 好像已经能预知到被砍下来的感觉了,那柄刀就高高悬在我的手指上方,随时随地就能砍下来。 我分神又瞥了一眼正要走出门的催影,心脏跳的时速不断飙升,能从胸膛里蹦出来似的,快啊,就在刀落下的一瞬间,与此同时,从出口处传来轰的一声巨响。 巨大的光束随之泄了进来,照亮了大半间地窖。 警察都举起手来,这句话救命稻草一样,揪住了我摇摇欲坠的心脏,直到视野里出现一群身着警服的人时,我才沉沉地深吸了一口气,浑身脱力地倒在地上。 肢体是疲惫且痛苦的,心情却是前所未有的轻松,他们终于赶到了,整件事情终于被串了起来,警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神勇英明。 仅仅几个小时,就能找到我的坐标,并能及时赶到,这一切,都是我和警察一起设的局,早在准备报复催影的时候, 就提前拖一个在警察局的朋友查了查催营的背景。 结果这一查可不得了,不仅查出她的户口有问题,还疑似和好几宗嫖娼案子有关系,当时一下没抓到她的把柄,就搁置下来了,线索来的就是这么突然, 于是我和朋友一拍集合,设了一个大局,决定以我为诱饵,找到催营的老巢。 我那样羞辱她,她一定会报复,最稳妥的做法,就是拉到老巢里解决。 警方在顺藤摸瓜的一锅端调,其实早都料到了会有这一遭,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。 在那辆行踪诡异的面包车出现之后,我就察觉到了不对劲,及时给警察朋友通了气。 同步分享着手机的定位,那场突然的堵车,也是警方受一下的加塞,为我争取了逃脱的时间,至于家门口的埋伏,属实是我防不胜防了。 警方也没预料到,他们会直接蹲守在家门口,司机出手,露了这个细节,在观察到定位的迅速变化后,他们才后知后觉地嗅到了危险的气息,马不停蹄地派出了警力。 全速追踪着手机的位置,可是崔莹找的这个地方太过隐蔽了,在一家商场的地下五层,考虑到身处闹市的巨大人流量,为了不打草惊蛇,警方谨慎地勘探了一番。 才找到了这一片地窖,来得正是时候。 再晚一秒,我的手指就要分家了,我被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,包扎了身上那些数不清的皮外伤,因为这次涉险是为了给警察局做诱饵,并且由于我的及时报信,顺利抓捕了崔莹的老巢,警察局在医院给我安排的配置都是顶配, 一天天地住在VIP单人套房里养伤,闲下来就看看风景,磕磕瓜子,兜兜小护士,惬意地像是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,至于崔莹案子的后续,朋友没再提过,最终我坐不住了,给警察朋友打了一通电话,隔了好久才接通了,老杨,案子怎么样了?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疲惫中,隐隐有几次雀跃的声音,好小子,你可算是立了大功了。 根据老杨的描述,我才真切地了解到了这个女人,翠莹打小就被父母一气,兜兜转转,被转手卖给了一个拿身体换钱的婊子, 她自然也被养成了一个人尽可福的婊子,从还未成年起,就被继母逼迫着接客,挣来的钱却不肯在她身上花多少,所以崔莹一长大,就想尽办法攀附权贵,想脱离继母的控制。 几番介绍之下,就攀上了现在的老公,一个有钱的二婚男人。 这个土豪,也不是什么郑露子发的财,恰巧是靠买卖妇女和嫖娼发家,一直坐到了现在的位子,在这一点上,这俩人算是臭味相投了。 而崔莹在发达的第一时间,就是杀了自己的继母,正如她所说的那样,她割掉了继母的嘴唇和部分器官,亲眼让她看着自己被分尸,可以这么说, 她的继母是被吓死的,分成的无数个尸块,她全拿去为了那条看家护院十几年的狼狗,吸烟会上瘾,杀人也是,自从她开了杀戒之后,第二次第三次也就顺手了,他们家渐渐渗透到了黑道方面。 手上自然不甘不敬地,渐渐地,杀人在他们眼里,已经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。 听完老杨的这一番话,我心下哑然,她被判了吗? 电话那头讽刺地笑了一声,这还用说,必死无疑了。 我出院之后,特意还去看守所探视了她一次,正是她被刑刑的前几日,有了老杨的关系,我轻而易举地进去了。 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,一强之隔的那个女人,就憔悴了三十岁,脸上勾壑纵深,尽显老态,有种老人望见红尘的意味,哪能见到之前那副意气风发嘲弄人的神情。 她淡淡地瞥了我一眼,似乎没有想开口说话的意思。 我坐在椅子上,不禁觉得世事沧桑,判决下来了吧。 她冷冷地扯了扯唇角,眼神四处飘着,你何必明知顾问? 说完,她又紧着接了一句,如果你是来冷嘲热讽的,就可以走了。 崔莹不耐烦地催促着,大有现在就回去的冲动,琢磨了半会儿,我换了个话题,后悔吗? 崔莹翻了个白眼,淡淡道,我要后悔的事情可多了去了。 你说哪见? 瞧着她那副没心没肺的模样,我攥起了拳头,几乎是从牙关里蹦出来一句话,破坏了我的家庭。 追本溯源,我和她的恩怨还是源自美英,要不是她从中作梗,我和美英的家庭不会破裂。 她好像在努力回想着这件事,半晌后竟然轻描淡写道,忘了。 我忍住砸掉玻璃,闯进去打她的冲动,狠狠地扣了扣掌心,你把那个黑人送给了美英。 提到这盒名字,她才把一切联系起来了,恍然大悟道,哦,是她自己管不住,跟我有何干系? 说完,她的面孔扭曲地笑了起来,肌肉挤出诡异的苹果肌形状,她的精神出了问题,看着在玻璃那头发风啸起来的崔颖。 我心中的怒火,突然就平息了,困扰我那么多天的问题,终于找到了答案,崔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,我也算是替自己报了仇,至于她的那句话,说的并不是全无道理。 我跟美英那段婚姻的破碎,崔颖只是导火索,究其原因,还是美英自身的问题,不管有没有崔颖,她都迟早会出轨,走出看守所,和煦的阳光照射在身上,暖洋洋的。